第四十七回 陸小鳳捉到公孫大娘就交給金九寧 還說已經逼他吃了一大瓶他自己的獨門迷藥七日醉 就算他醒回至少兩三日不懂得動 講完之後又說很關心西門吹雪和葉孤城那一戰 所以就急著要走了 林行他說 對了 我有件事還要你幫一下我的 金九寧就說 那你儘管吩咐 你給我問出攝兵的下落 我不懂逼人口供 不過你會 金九寧馬上說 就算他是石頭人 我也有辦法撬開他的嘴 對了 外面那裡有匹馬 是我騎來的 你儘管用 各位 江湖中人都知道 金九寧是當勢百樂 上馬真的很厲害 他騎來的馬一定是一匹好馬 那陸小鋒走的時候 就帶了那瓶波斯葡萄酒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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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一陣馬提聲 很快去 那就走到很遠了 那的確 一聽就知道是匹快馬來 金九寧推開窗門 向下面看一看 院裡邊有個人向他押押頭 金九寧馬上關窗門 走到桌邊 將箱裡那個女人的衣袖捲起 嘩 雪白的玉臂上面 有一塊銅錢這麼大的紫紅色胎肌 形狀就像烏魂那樣的 金九寧仔細看了兩眼 扁起嘴嘴笑一笑她說 呵呵呵 果然是公孫大娘 可奇了 她又怎知道公孫大娘肉臂上面 有一塊這樣的胎記呢 女人的這種秘密 本來應該是剩下最親近她的人才會知道 金九寧是怎會知道的呢 慢慢大家就會知道 金九寧被蓋上箱蓋 拿起箱 急急腳地下樓了 門前已經為她準備了一頂六涌繳 她拿著藤箱坐上繳 抬繳的大漢是平成最得力的兩名步快 不用她吩咐 就懂得抬起腳等等聲地走 金九寧坐在腳裏面 她很有趣 當然 現在她的計劃完成了十份之九了 頂腳轉入小巷 又轉過七八條巷之後 就在一條漢口那裏停了一輛七黑的馬車 金九寧拿著箱落腳上車 那馬車當然是快過頂腳的了 趕車的人揚邊打馬 竟然是平成的明報老少華 街上見不到行人 馬車跑過一條街 兩邊的瓦背頂都會有人打手勢示意 即是說附近都沒有可疑人 馬車後面也沒有人奸 那馬車又是轉過七八條街之後 連在瓦背頂打手勢的人都沒有了 他們究竟去哪裏呢 就得回金九寧和老少華兩個人知道 那在城西角那裏呢 有一條街是挖頭的 一共就得七間店鋪都是老字號來 其中有三家賣的是古董字畫 兩家是表畫店 一家是很小的黑印莊 一家是油傘店 那平時呀 只有那些又窮又酸的老學夠 才會來光顧這些店舖 那輛馬車就在這條街上停下 金九寧一下車 老少華又立刻打著車走了 一個七老八十的八爺工 打開表畫店的門 金九寧拿著藤箱進去 店舖裏面掛著一些還未表好的 不入得留的字畫 金九寧掀起一張偽造唐伯虎的山水畫 在牆上面有一塊磚頭那裡輕輕一按 立刻就出現一道暗門了 暗門後面是一條很窄的秘密通道 通過這條通道呢 再打開一道暗門 那竟然是個花木樊盛的花園 那花園不大 但是一花一草都是經過刻意打理的 別具象深 那花木深處有三五間房屋 有兩個丫鬟出來迎接 到了公孫大娘醒來的時候 她發覺自己是一間佈置得很漂亮的女仔歸房 躺在一張很遠熟的大床上面 屋裏面也都很香很清雅 她躺在那裡沒有動 是因為她根本就不能動 窗外面是日影西斜 還未到黃昏 窗外面是有雀聲就不見人聲 公孫大娘忍不住叫 這裏有沒有人啊 有沒有人啊 沒有人 沒有人應她 那當然了 她叫得就不是很大聲 她還未曾有氣力 陸小房 你死在哪兒啊 你看看什麼時候 你被我抓住你 你就聽了 唉 公孫大娘 唉 都算慘啊 叫又沒有人應 罵又沒有人理 最壞就是罵得兩罵還尿急 誰不知叫也沒有人來 出之就忍無可忍就這樣就賴了下床 唉 真是可憐啊 床就濕了 她還是不能動 正是哭都沒有眼淚 生氣得咬緊牙筋地說 陸小房 始終有一天 我要你死都不死 誰不知就在這陣子 拔帳頂那裡 唉 有一件事跌了下來 跌了在她的身上 啊 那條蛇 公孫大娘 平生 最怕就是蛇 她臉都青了 誰不知又不能動 眼白白地看著 那條蛇在自己身上爬 她想叫 但嚇到聲都出不到 那條蛇爬爬爬爬爬爬爬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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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快爬到她的臉那裡 突然之間 人影一閃 有人進來 輕輕伸手一夾 那便夾住了這條蛇 那根手一振 那便振了出窗外 公孫大娘 唉 這樣才鬆氣 不過已經一生冷汗了 大娘 你受惊 入来的是那中年人 好潇洒 身上穿的衣服 无论谁一看就知道 是第一流的质料 和手工做的 他面上的笑容 更加迷死女人 公孙大娘就问 你 你就是这里的主人 是啊 这间屋 为什么会有蛇的 蛇 是我特意捉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试一试 大娘 你是不是真的不动 哼 你们不单止被我吃了迷藥 还点了那个月 那还不够吗 我个人 一向好小心 尤其对大娘你 应该特别小心 哦 你就是金狗灵 想不到 你直到现在 才认出我 那个姓六的仆败 大娘你一定没去过监狱 那里啊 哎呀 直到像个猪鹿 又多蚊 又有木屎 大娘你这么骄乱的身体 进到的地方 那样的地方 那样的东西 怎么说呢 咁 若果你叫了 马上就会有人用鞭来打你 若果你运气不好 遇着个恶死的班头 还会用尿来淋你 你不是真的想我送你去那些地方 其实你心里面想什么我都知道 你只不过是想要一张我亲不舍的口供 公孙大良果然是聪明人 你要我承认我就是兽花大盗 承认那些案都是我做的 没错 只要你肯写一张这样的口供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如果不是了 怎么样 你附近很多蛇的 我随时都可以捉百多条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最怕蛇的 我很多东西都知道 其实 其实我知道的东西都不少 你知道什么 我起码知道真正的兽花大盗是谁 是谁 是你 真正的兽花大盗就是你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怀疑你了 我也知道 从一开始 你又想挖这只死猫给我吃了 就算我真的受花大盗 又为什么要挖这只死猫你吃呢 因为我是个行踪很神秘的人 谁都不知道我的底势 你无论我做了什么事 人家都会很容易相信 最主要的是 我的姊妹里面 有一个就是你的同谋 你想要我吃死猫替你死 我死了 你那个同谋 就可以坐我的位置了 你们用的是一石二鳥之计 嗯 你知道 他是谁了吗 嗯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完全确定 但是迟早有一天 我会查得到出来的 好可惜 你没那天了 你知道案发之后 人家一定会找到你 因为你就是六线门中的第一名部 没有人会怀疑到你的 我明星一向很好 你就去找陆小冯 因为你认为只有他 才对付得到我 是不是 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 我相信你都会承认 是吧 哼 我只是承认他是一只猪 他是一只猪 那你又怎么会被他捉到啊 哼 或者他是一只比较聪明一点的猪 但是猪毕竟就是猪 就因为他是个猪 所以开始就被你误度了 哼 那你讲来听下 于是 公孙大娘一轮嘴说 开始是金九龄 就特意将那一块 收着红某单的红段布 交给陆小冯 引他去找泄老太 泄老太的人称泄神针 一看一定可以看得出 那一块红布是女人秀的 就令到陆小冯一开始就认为 秀花大道是个女人扮的 然后金九龄就特意要司空扎星 去偷那块红段布 送去江兴霞那里 因为金九龄知道 江兴霞就是公孙大娘的姊妹 那陆小冯犯了第二个错误 认定这件事就实是红孩姊妹做的 那司空扎星是陆小冯的朋友 又怎么肯去偷他的东西呢 原来司空扎星就是神偷 金九龄就是神报 神偷难免有失守的时候 司空扎星曾经被金九龄捉过 金九龄知道 这个人迟早都有利用价值 所以特意开恩放过他 司空扎星欠了金九龄的人情 想说不偷陆小冯的东西都不行 那蛇王又怎么会做了金九龄的同谋呢 那因为平成的步快都是金九龄的徒子徒孙 金九龄做回王府的总管 蛇王如果敢不听他的说话 就整个地头整班兄弟都玩完了 所以金九龄假造了一封书信 特意要蛇王给陆小冯看到 因为陆小冯一向不喜欢欠人人情 就确实会替蛇王去附约 那晚黑金九龄是从公孙大娘的一个姊妹那里知道 公孙大娘要去西苑 从那时候开始 陆小冯就怀疑公孙大娘了 后来金九龄就特意布置了两间所谓作案前租落的屋 金九龄听了公孙大娘一轮嘴说这么多 他不单止认得正 还懒得戳 公孙大娘又问 那个阿土 当然也是你早就安排在那里的人了 是吧 嗯 是因为我知道陆小冯一定找不到你 但你早就知道我们姊妹在哪里地方聚会 是不是 所以 我又特意整出个全级木盒 等阿土 大陆小冯 去你们聚会的地方 你自己 为什么又要炸掉中毒呢 哈哈哈哈 因为我自己 不想去你们那里 照你自己不去 陆小冯去到 无论得不得手 跟你都没关系了 是不是 嗯 我一向很谨慎 没有把握的事 我一向都不会做的 我都知道 你厉害 我的所谓 很可能会被你看冤 我甚至知道 你已经杀了阿土 再扮成阿土 那样的样子 陆小冯找得到你 其实是你自己带他去的 那你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没有将这件事摆在心里 因为我也知道 我的计划已经完全成熟了 所有的证据都指明你 就是兽花大盗 你就算知道我的计划都不好用 你连一点证据都没有 哈哈哈哈 再加上是冰失中蛇王被害 陆小冯就争到你入骨 所以无论你说什么 他都绝对不会信 也都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何方 我呀 是出了名的明报 又是他的朋友 你呢 你是个行踪归避 来历不明的女魔头 你 哼 你算得的确很准 我以前的确连一点证据都没有 就算说给人听 你是兽花大盗 都绝对没人信 是啦 现在你说给人听 一样没人信的 现在 现在是你自己认正的 哈哈哈哈 没错 现在我的确是认得正 就算我认正 那又怎样 哼 你以为你说的这些说话 除了我之外 就没人听得到吗 我说过 没把握的事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哼 你是想死不会有人来得到这儿 想死我不动得 所以才肯承认 是不是呀 我是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的 那你不怕陆小冯突然之间冲进来的吗 唉 那各位 公孙大娘现在是真是肉锤砧板上的任人剁的 那究竟他说这句说话是真还是假的呢 陆小冯会不会突然之间冲进来呢 我就明天才讲了 等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冲进来 你的游牙